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台股今天的表现就比较平淡一点 四个半小时的一个交易几乎都在盘下 但说实在卖也不大 那中场跌了一个23点 盘中最低10929 其实这个都跌了大概30点 跌不了多少 想要讲1393亿一直维持在 大概有接近1400亿的水准 这个市场的人气 始终都维持得还不错 还不错 那也没有什么过热的迹象 那今天拉回的主因就是 主要就是因为比如说 早盘国具的部分一开始开低 但很厉害尾盘又震荡收红 就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价 那同样的华晶科今天也做一个拉回的整理 所以昨天比较强势的时机当涨停板的被动元件股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大盘盘中就一度跌的最多 大概跌了大概50点左右 所以你看出来就是说 现在被动元件这种主流态势 它真的非常的明确 融资最热门的也在被动元件 融券空单最多的也在被动元件 成交值成交量最大都在这边 那整个市场的人气 全部都集中在被动元件 跟衍生出来的所谓的涨价题材 强都强不过被动元件 所以你说它是当然主流 这是必然的 那我记得台股以前 大概每隔个两三年 都会有一些所谓新的古王出现 以前可能比如说 华硕 广达 不威胜 甚至比如说原相也曾经是古王 那网龙 宇俊 甚至群联都曾经是古王 那现在呢 如果说你扣掉那个大力光 3000块4000块不看的话 其实在今年 在今年 目前为止 国具的部分 股价涨到1090元 扣掉大力光来说 其实它已经变成台股的新的股王 那是因为大力光 今天太厉害了 三四千块 你说要干掉大力光 真的并不容易 那我要讲什么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每隔 比如说两三年 它会有一个新的循环 它会有新的产业崛起 它会成为那个时代 那一个时期最赚钱的产业 景气最好的人 那会推生出新的古王 就代表那个产业 是那时候最好的 那比如说宏达电 那时候也是古王 就代表那时候的 智慧型手机刚上来 那时候真的非常的赚钱 那国具呢 是除了大力光之外的最高价的股后 那它代表就是说 今年整个被动影线的景气 真的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所以国具今年 法人普遍预估说 至少要赚80块钱 已经有喊到大概100块钱 所以目标价1300 1400 1500的都有 那我认为这都有机会 那再来 MCC你要知道说 去年国具才赚多少 才赚12块 那获利真的大爆发 是从第一季的报价 又大幅度涨价一次之后 那当那个获利 跨过那个门槛 后面所有多涨的报价 涨个三成四成五成 那个都直接加分在 尽力的一个增加之上 所以因为其实 现在被动影线 大家的产能都已经就是 这么多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公司 有新的产能 所以营收往上走的部分 都是因为报价走高 导致营收的成长 营收的双新高 那你要知道说 如果今天营收是10亿 报价涨量 只能变12亿 你的出货量没有变 多了那个2亿的部分 虽然说是营收增加 但实际上来说 它是百分之百 是净利的增加 所以呢 当有的信息的报价 从第一季 再大涨一次之后呢 你就看到国具 华兴科 这个合生堂 获利产生三级跳 那股价因此一飞冲天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籍 同样的道理 进入五月份 我从前两个礼拜 我就跟你预告说 MOCC缺到爆炸 再来呢 就是金面电主 因为大概两个礼拜前 我就跟你说 金面电主正在溢价 那看起来涨幅很大 因为有一些 价格偏低的 一些品项 甚至可能要涨两倍 三倍四倍到五倍 涨五倍并不夸张 因为现在很多的 MOCC甚至你要买现货 都要五倍 甚至到七倍的价格 所以长期低估的 被动人建议现在只是慢慢回到一个合理的价位 所以你会觉得涨幅很大 其实对厂商来说 那是过去流血输出 现在只是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所以金面电主也要涨 所以在前两个礼拜 我们也趁着春田制作所 说什么要出货给合作 营业打的假消息 打下去 跌停板 那时候我记得大一 分盘交易加上春田制作所的一个利空 所以股价邦邦邦 一下子从87块 杀回到70块钱 那我也趁着这个 跌停的拉回的那个时候 那两三天 告诉你说 你要强力买进 你要大力买进 因为涨价是确定的 而且这次涨幅很大 就像我一直举例说 就像那时候过年 我在过年节目上 跟你谈国具一样 我说国具金面电主才刚大涨价 股价莫名其妙 从400出头跌回到300出头 杀了100块钱 应该大涨却大跌 这不合理 所以我就说那时候你去买 你必然大赚 后来呢 不要说涨超过400多块 已经涨到1000块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所以同样的道理 那时候大一跌下来的过程 我是一样的看法 所以呢 5月18号礼拜五 是低点还有大概70块钱 那天我们没有买到那么低 我们大概买在75块左右 就当天涨6.1% 6.1% 我说中将做一个强力的V型的反转 强力V型反转 结果到隔一天礼拜一涨停板 验证V型反转 礼拜一涨7.3% 88.5元再创新高 所以短短的没有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的时间 就收复了春田制作所的那个假消息 假利空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纪录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V型反转 因为它本来就不该跌 再来呢 一度又拉回到80块钱 我们趁低档再买 80元低档再买 再加码 尾盘呢 收小跌之后呢 就呢 再来就创新高92 创新高98.9元 昨天涨106块半 今天再度尾盘收涨117元 所以标道无以复价 但是呢 很好玩的是 这一波上来 70到17 整整涨了六成 整整涨六成 但其实 你是有机会在地档买进 因为呢 假利空也出现 股价也真的跌给你看 那我也跟你讲 为什么要买 因为呢 我告诉你 金边电池将要涨价 而且我是提早告诉你在 其他星期下的望权公告说 要涨价五成以上之前 我就跟你讲 那你有机会可以把握 那如果你有跟着我们 会一起把握的话 这一波上来 不要说赚六成赚五成 我认为赚个三四成 这应该都不在话下 不在话下 那我们的最低成本是75块 到今天117的话 是赚了42块 赚了56% 所以也是确确实实 就大幅度的超越了三成的获利 快要接近两三成的获利 那今天呢 我们是已经选择把获利 全部出新 全部出新 因为短线 毕竟已经涨了六成上来 所以后面即便再涨 我们可能就留一点给别人赚 那因为今天 它除了报价持续走扬的 强劲的一个基本面因素之外 今天有新闻就提到说 国具最新公告的一些转投资的持股里面 包含它有买九豪 有买秘望石 以及也提到说过去持股十几年的大益有 两万多张 所以呢可能市场就在反映说 国具有投资大益水股价就 因此今天又拉了一根涨成板 但是呢 毕竟这个持股不是新增的持股 已经持股十几年了 大益在二十几块的时候 都不愿意卖给国具 那你说现在已经 一百多块 国具要再多吃更多的股份 它要付出当初四倍的价格 我想这边也不够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大益主要还是要看它的 基本面的涨价题材 那国具的一个持股 已经十几年的这个东西 我认为就平常看待就可以了 所以找到这个位置 我认为转线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在那边获利出新 赚了42块赚了56% 那资金呢 我们准备转进 我认为是被动元件的第三道主流 就是所谓的铝值电容的部分 这个等等我们再来谈 那当初在买大益的时候 是公开操作 那后来呢 我们就布决第二档 精密电子的部分 我就说 精密电子的 电子的索码的新标股 那就是光洁 那时候也有给大家30个 体验的名额 那如果说你有把握的话 光洁 你是有机会买在这个位置 可以买在 大概连40块钱都不到 那后来呢 5月2日到礼拜二 就已经拉第二根涨 平板44块 之后涨到45.2 在上礼拜四涨9.3% 46.8元 礼拜五涨 礼拜一涨 到今天呢 再创新高60块2 那尾盘甚至也收得相当高 所以从38到60.2元 这一波就赚了22块 就赚了大概58% 也接近六成 也是接近两个 三成的获利 所以我就说 现在 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觉得很闷 因为每天看到 被动力线在飙 那手段持股 连涨都不会涨 甚至还在点 那种感觉是 非常非常的 郁闷的 那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你也不要觉得 好像就说 只有你是这个样子 其实江老师的一些 操盘的朋友 自营商 激进经营人 这一波其实手上 被动力线的部位 其实都是严重不足 因为很明显的 你去看 就是说投信最近 在被动力线 这个族群的进出 除了大买 华兴科 以及达方之外 那国具 和申堂 华兴科 没有什么买 甚至都爱卖 所以原本持股不多 但是逢高都在卖 而其他族群 晶片店主的部分 除了提醒之外 其实买的都很有限 所以呢 大家都一样 就是说这个绩效 都被被动力线所边缘化 被动力线标不停 其他股票都不会涨 所以这个大家的绩效 其实都跟不上 这是大家普遍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说 主流股你不能没有 你没有的话 你绩效会差很多 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的股票明明就本质很好 业绩很好 基本面很好 是怎么都买了 那这个不是你的股票的问题 而是说 现在整个市场的态势 太过明确的都集中在 以被动元件为主的涨价题材 那主流如此明确 你当然就要去参与它 不然的话 当所有资金都在这边 每天成交值最大 都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不参与它 那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人家的在标 你的都不会标 那当然这样子操作上 你的绩效就会差很多 所以操作一定要操作主流股 那回到光局的部分 那今天也获利出新了 赚了20块 22块赚了58% 那因为我认为短线 金面店主 我已经提早预告 给投资朋友说 溢价准标大涨 确实后来证实说 旺权涨了超过五成之后呢 也带动了奇迹星光洁 大液股价 这一波都飙涨了超过六成 那我们是有提早 告诉大家 也提早布局 也大赚了这一波 那我认为到这一边 短线上来说 可以让它先休息一下 那资金会一波一波 接着来 因为费用价钱今年 非常非常的缺 第一个最缺的叫MLCC 第二个跟上那个缺口的 叫金面店主 再来呢 我认为铝职电容的部分 看起来那个 那个光已经出现 就跟两个礼拜前 我们看到金面店主 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 那个光它已经出现 因为呢 我已经探访了两天 我大概可以肯定说 铝职电容的部分 也大概在六月初 就准备要涨一波 而且涨幅 至少10%起跳 那我保守估计 应该可以涨个大概20% 虽然说那个涨幅 没有像金面店主 跟MLCC涨了那么多 但目前一样 就是说铝职电容也是缺 你要拿现货去买 因为电容的这个 单价都很低 现货价都是好几倍的价格 所以那个缺货的态势 其实跟电主跟MLCC 其实是非常有雷同 那一旦涨两层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比如说日电帽 今天盘中高点是103 那尾盘稍微压下来 那我们在低档的过程 三度进场 再度大买日电帽 为什么要买日电帽 来我算给你听 因为它的铝职电容 占营收目前大概四成 所以就像当初我跟你讲的 光洁电主比重最高 大概也是第二 涨价对他们两个帮助 是最大的 所以股价就飙涨 同样的道理 那日电帽铝职电容 也比重四成 所以如果说 六月 如果涨价两成的话 从它的营收 一个月是9亿多来做估算 如果涨两成 那一年 一年将可以多赚5到6块钱 5到6块钱 那一年可以多赚5到6块 比如说今年多赚5到6块 是从比如说六月份开始涨价 那从六月份涨价之后的未来的一年 它将可以因此多赚5到6块钱 就因为涨价两成 它就可以多赚5到6块 那重点是 有没有可能涨价超过两成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过去电容的价格 真的都太低了 所以华欣科 之前法说就说 过去 日本的产品 如果价格是70 台湾的产品 被长年的杀价 杀到一个 这个无以复价价格只有6 人家是70 人家是6块 所以价格是人家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华欣科的法说 它说不是今天太贵 是因为昨天太便宜 所以现在只是慢慢回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所以电容的一个价格真的也是太低了 所以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涨超过两成 或者先涨两成后面继续涨 我认为这机会相当相当大 所以只要涨两成 一年可以多赚6块钱 所以又跟当初我在跟你聊说 电阻涨价 大翼跟光节可以因此多赚7块钱 道理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日记帽第一季就已经赚两块了 2.08 而且四月份就已经跳到0.98 接近1块钱 那如果从六月份再涨价的话 这个单月份的获利 我就会上看大概1块4到1块半 那和生堂第一季的获利是3块1 我一直跟和生堂比 因为他们都是做代理商 所以理论上他们应该有差不多的本预比的评价 那和生堂部分呢 这波最高是多少 260 今天收盘价是235块 都还不止四字电帽的一倍以上 那重点是从六月份起 那铝电的部分 它有占4成 那和生堂没有 那一旦这部分有一个很明显的涨幅的话 带动它的获利成长 也就是说下半年的获利 它很有可能就追上和生堂 获利直追和生堂 那但是股价只有和生堂的一半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嘛 一个比价的效益 那又回到我说的 法人这一次对于被动影价的持股 是相当的偏低 那未来他们要买什么 他们要买很明确的要再涨价 而且通常投信要开单 它要尽量有EPS 所以呢 EPS比如说2块 四月份就赚了接近1块钱 那这种获利就是投信很容易开单的标的 那持股又低 所以未来当他们开始在补 所谓的变动影价的部位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轮动的在补 MCC又不敢追了嘛 金边电阻来不及嘛 再来铝电的部分 我认为就很有机会成为 就像奇迹星一样 当看到金边电阻在涨 光洁跟大翼的获利还相对低 所以他们就跑去买奇迹星 所以当未来看到铝电在涨的时候呢 那我认为日电帽的部分 就很有机会成为法人锁定的一个焦点 所以呢 光是你说要去比较合胜糖的话 未来又是超过一倍的空间 会不会涨一倍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当初两三个月前 华兴科股价也不过 100块钱都不到 那现在的股价呢 都已经来到最高375块 再涨几乎就要快到四字头 所以你不要觉得是不可能 那这涨价的时候呢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再来铝电的部分 我认为将会是被动银件的新的主流 那另外比如说 那被动银件的中华股3 就是8042的金山店 礼拜五是涨低 那昨天涨8.3%创新高 今天呢 我反正做一个拉回的修正 但拉回是一个加码的好机会 就很像两个礼拜前 一个多礼拜前的光洁跟大益 因为分盘交易 因为春年制作所的假消息 假新闻 导致所有的费用银件都跌停板 它股价也很快的 在两天之内拉回了十几% 那那个时候如果说你不买的话 后面你少赚的是五成到六成 那是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种强势股 就是要拉回来买 那金山店股价呢 从前一波一月份的高点 拉回整理 整理了五个月的时间 所以就说铝职电容在 这一组里面 被动预论这一组里面 它整理已经非常久 它涨势相对落后 那因为它的产品的涨势 也相对落后 所以股价涨幅也相对落后 但现在那个涨 上涨的那个态势 涨价的态势要激起止水 所以股价呢就有机会 跟金面电子一样 开始后发先制 所以股价修正五个月 那李日建龙准备涨价两成 那估计每年将可以多赚五块钱 所以这种爆发力才刚好展现 那后面我们认为这个股价 都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强势股就是要一档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 那赚完大翼 赚完光洁 准备要赚日电帽 赚金山电 那再来还有这一档 就是贝隆势建的第四档中亚股 那昨天会员都还没买 那今天开始买进第一天 那因为大陆现牌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缺货涨价 涨价效应非常的明确 股价也是整理了五个月刚起涨 那主流股的一个轮动的态势 MLCC金面电子铝质电容 轮着涨 所以这档股票将是光洁 大翼跟金山电之后的 最新布局的最新标股 所以呢昨天 我们给大家30个名额 带大家做布局 那我认为明天还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买点 所以今天再给大家 最后的30个名额 那只要你来电 都可以没有条件 你就可以来体验这一档 被动元件最新的 第四号的中亚股 那会员才刚开始买第一天 明天还要持续的再买 就跟当初的大翼跟光姐一样 买在第一档大众 那这一次 如果你不想错过赚钱的机会 最后30个名额 自己把握 被动元件的第四档中亚股 明天跟着我们一起做布局 等会儿我们再聊 加股票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现场 那我想现阶段的台股 最强势的主流 一定就是被动元件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被动元件股 或者是你没有涨价题材股票 那最近的操作上 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主流股你一定要有 那涨价题材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细金元的部分 那像中美金的部分 我想今天股价已经族群 都开始做一个 股价上的一个加温 因为外资今天又调高了 环球金元的目标价 上看大概750块 那如果未来真的达到目标价 那市值会超过3000亿 那如果说中美金持有一半的话 折合它的持股的价值高达每股 大概280块钱 那目前中美金的一个价格 才140块 也就是说合理上来说的话 未来它潜在可能有一倍的一个空间 当然目前信金元部分涨得不会太快 但是是一个长线的多头 它可以做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最快当然还是所谓的变动元件 但是大意的部分 我们今天创新高 涨金板 我们已经获利出清 这一波赚了超过5成 资金转进履值电容的部分 同样的光节部分 今天也是创新高60元 持股获利出清 赚了接近6成 资金也是转进履值电容的部分 那履值电容的部分 除了我说的像金山电跟日电贸 今年如果说可以6月份涨价2成的话 就可以多赚大概5块钱 那另外还有一档股票 那股本相对小 那股性可能相对更标的 被动人件的第四档中亚股 昨天会员都没买 今天买进第一天 所以呢你的起包点跟我们差不多 大陆现牌污染的问题 所以缺货涨价 那股价也横板成 你五个多月刚刚起涨 所以主流股就是MLCC 轮到金面电子轮到铝色电容 这样子一路的轮动 轮动而上 所以在大意光洁金山电之后呢 这是最新的标股 最新的中亚股第四号 所以今天呢延续昨天 再给最后的三十个名额 最后最后的三十个名额 我想这也是最 最近的最后一次 跟大家没有条件的 体验分享股票的机会 最后三十个名额 只要你来电 就可以体验这档 变成一件最新的中亚股市 明天带你跟着 郑老师会员 同步进场做布局 祝大家超出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